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大都是正写两副的 有优点 有缺点 可薛宝琴好像没有什么缺点 安排他的出现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今天带你来揭秘 薛宝琴的出现 就像是在本就百花正宴的大观园里面 又新添了一只盛放的红梅花 光彩夺目 美不胜收 在对薛宝琴进行描写的时候 曹公先是借着他人之口夸赞薛宝琴 好友借启示射的时机 将薛宝琴的财情展现无意 论容貌他压过宝钗 论财情他不输相待 论受宠程度他更是直逼众人 他的出场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看薛宝琴的出场时机 此时的林黛玉已错劝哥哥 贾宝玉勤勿离香苑 贾宝玉和林黛玉表明心悸 感情稳定 薛宝钗和林黛玉之间 也在经历了金兰器 虎泡金兰语后 显一些话为乌有 二人结为知己 刘姥姥已经第二次进了荣国府 盛会也得到了保障 香菱逃离了薛盘的打骂 开始有机会学诗 此时的大观园 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所以说特意安排了 李文 李奇 宝琴 行秀燕 四个新人的加入 其中薛宝钦不过是个工具人 他的出场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试验宝玉 黛玉爱情的试金石 在贾宝玉被贾政打了之后 宝玉卧宾在床 还不忘让秦温给黛玉送两块旧手帕 表明自己的心意 自他以后 宝玉和黛玉的感情才算是稳定 薛宝钦刚进贾府的时候 贾宫就对他表现得极为宠爱 更是生出了为他说梅的心思 只不过是宝琴已经婚配了才作罢 林黛玉在之前可是没少吃醋 但这次面对比薛宝钦还有优秀的宝琴 却是云淡风轻 直接以姐妹相称 宝玉对宝琴几度夸赞 但是并不动心 即使贾木有意作梅 黛玉也对宝琴没有敌意 所以说宝琴的出现 让宝玉和黛玉 明白了他们二人是互相在乎的 即使是外界还有各种的变化 也没办法影响他们的感情 宝琴的到来 验证了宝玉的爱情 宝玉没有见一丝牵 反而更顾及黛玉的感受 宝玉明确表示 宝琴与她的生活方向无关 而黛玉也充分信任宝玉 他们的爱情成熟了 就差临门一脚 踢开贾夫掌门人的心门 第二个作用就是告诉宝钗 金玉良缘是子虚乌有 提醒宝钗趁早另谋出路 所以说贾母才会在宝琴一进府 就对她嘘寒问暖 又是送衣服又是说梅的 这次贾母异常地关爱薛宝钗 对薛宝钗却十分平淡 宝钗自然是能够明白 贾母所表达的言外之意 贾母对宝钗的宠爱 宝钗明确地表现过极度 她拿十手怀骨诗说事 要教育宝钗 说女孩子不应该听这个 不应该知道那个的 黛玉这次却是对待宝钗 像是亲妹妹一样 连宝钗都觉得惊奇 说到那十手怀骨诗 确实难人寻味 精髓就在于 这十手怀骨诗是十个谜语 是十个谁都没有猜出谜底的谜语 不仅如此 宝钗不像是贾府中的女眷一样 处在深规之中 她不仅饱读诗书 还跟着父亲走南闯北 走遍了四山五岳 比起大观园的女子 她更有见识 从鲁雪安大战湘云 到新边怀古市 从梅花永 到珍珍国五颜律史 到柳绪茨 薛宝钗一路 大写文采 获得众人捧场喝彩 随着黛玉和宝玉的长大 贾宝玉的婚事 也是一步步的逼近 贾宝也会担忧金玉良缘 也想给宝带婚姻 扫清障碍 所以说宝琴的到来 也是给了贾宝一个机会 宝琴出场的用意 其实也说明了 贾府此时还是很兴旺的 只有家族兴旺发达 客人才会多 大观园来了这么多人 证明了贾府是个旺族 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福能有活力 而且还有新人 也就是贾府 注注了新的活力 那肯定是欣欣向荣 贾宝说到底 还是高兴的 书中自有黄金物 关注极致读书 下期节目更精彩